今天的视频加入一场 为什么加入一场呢 因为我看到今天上午做的那个视频 数据不是特别好 原计划是要每天做一个视频 然后下午写东西的 然后加入这一场呢 我就来回答一个负债的朋友 然后跟我提出的几个问题 他跟我提出来 作为一个负债人 如果马上要这个债务崩盘了 眼看要逾期了 这种情况下怎么样给自己及时止损 其实我在最初说负债话题的时候 说了很多跟及时止损相关的一些话题 可能他没有系统的去听 他还有问到我几个问题 比如说怎么样开源接流 这个可能是很多在债务压力越来越大 马上要崩盘了 然后非常迷茫和困惑的朋友 他们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止损 如何才叫止损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不要以待养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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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我专门出了一个视频 名字叫停止以待养待 有可能你根本就不知道 正在进行的这个以待养待 以什么样的一个速度 在把你的这个债务需求呢 越滚越大 出了一期视频当中 我有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如果你是用信用卡的一个形式 然后呢 在以卡导卡以待养待的话 如果你还没有算上这种导卡 就是刷波斯基这个费率的这个手续费 然后呢 你只是把这个信用卡分期的话 你的这个债务啊 就是说你只是把这个一万的账单吧 然后分成36 或者说12期你每年的这个 就是说手续费单纯产生多少呢 我曾经在一个专门信用卡的这个 视频当中 我有提到了啊 这个年化利息的话 将近达到了18% 也就是说单纯你只是分析了一笔信用卡账单 你的这个总债务 已经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上升和增加了18%了 这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而加上你如果还是在用以卡导卡的一个形式来 以待养待的话 你的债务啊就是每年它这个增长速度在20%到30% 这只是信用卡哦 这还不说你是还的这个信用卡的最低还款额 如果你是还的最低还款额 那这个费率将会更高 然后呢 曾经我也这个就是说 引用了一张表格 如果你是在用这种最低还款的方式 再去一代两代的话 那你五年下来 你这个就是说信用卡的这个债务呀 会增加百分之七八十 非常高的一个速度 如果你要是说用了网贷 那后果将更不堪设想 你现在一般的这种就是网贷的话 正常合法的是在百分之 年化百分之十五以内啊 甚至百分之这个就是24以内 但是原来一些很多不合法的一些网贷 有可能是百分之三十六 年化哦 或者说更高的一些高炮的一些网贷的话 有可能都到了百分之五十左右 也就是什么概念呢 如果你借了十万的这种网贷平台 你这个债务是每年在百分之五十的一个速度增长 所以说呢 这个数据你不算不知道 一算下一跳 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据 为什么我说 如果你还是在用一代两代的一个方式 在进行这种债务累积的话 你用你正常的这个赚工资的这个收入能力的话 你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把你这个债务 给完全的化解掉的 所以我就在一期视频当中 呼吁大家去持损嘛 什么就叫持损 就是说你突然发现你有负债了 然后你自己的这个收入能力 如果照这种速度下去的话 你的债务去就越滚越大 那么你要及时的去踩刹车 然后你本来你是计划 把这张一万块钱信用卡账单 你比如说要办分期 那么你通过你听了我的这个视频以后 你就会意识到 如果要是按照真的是说这种 每年年化百分之十八的一个这种手续费 那我这个一万的账单 我这个明年下来的话 我要是这样去抖的话 或者这样分期的话 那无形之中我的债务就成了一万一千八了 所以我要及时去吃止损 所以说我不能去办分期 然后呢我可以想办法就借我朋友 我亲戚朋友的钱 把这一万的账单全部赌上 然后呢 没有增加百分之十八的一个手续费吧 对不对 那我可以分成三次 或者说四次的一个时间 分期把我的这个钱 把朋友的这个钱还掉 我顶多可能就请他吃个饭 表示一下感激之情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就是是不是也是一种止损啊 或者说我没出界 那这个钱我先不还了 然后我先逾期 不要考虑你的征信 为啥呢 因为你如果是逾期以后呢 是银行会正常有一个发期合约金 而且非常高 然后呢 你跟银行可以说明一下情况 银行如果是催修你来这边的话 你也可以跟他说明情况 你说我的确是 我现在一个月才能挣两三千块钱 然后呢 我发现 如果是这样 继续一代两代的话 就是说费用会非常的高 你过一段时间以后 你自己呢 可以省之间用也好 无论是如何也好 你跟银行就是协商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还款计划 就是你能不能 允许我有一个更合理的一个还款计划 不要有这么高的一个发期合约金 要不我真的是还不起 你跟银行就是主动的去申请 曾经有一个网友 在我最早的时候 发那个负债的话题的时候 他就给我留了一个言 就是一个健身银行的一个信用卡账单 七千多块钱 当时他也是收入很低 他发现他没有能力还 当时他就不还了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 就是一年半以后吧 他又主动去和银行去协商 然后一次性把那个信用卡账单 结清了 当时的时候 可能是这个利息和发期比约金 给他免掉了一部分 在一年半以后 然后他把那笔账单完全的结清了 当时的时候肯定是他有个 一年多的一个这个逾期的一个记录呀 但是他没有在乎 后来他再也不用这个信用卡了 这就是属于及时之损 也就是说 你不要在乎你的征信 你可以允许他先逾期一段时间 但是呢 在你能力 就是说马上有这个还款能力的一个前提下 立刻要去把这笔账单解决掉 在这里刚才咱比喻的是一个 就是债务金额比较小的这种 就是止损的一个方式 如果你的这个债务金额比较大 这个时候一定要谨记 不要把自己的亲朋好友全部脱下水 有可能你的亲朋好友 或者你的亲人呀 他是你可以回权的一个余地 是你的退路 如果你把家里能用的钱 全部的都借来 把你这个信用卡债务赌上了 你都未必把你的这个债务窟窿给赌上 但是你把你的亲戚朋友全部都得罪掉了 而且如果一旦全面于其 你连退路都没有了 所以说做人一定要给自己留好退路 在这里我给大家普及一个新词 叫债务 特别是金额比较大的一个债务呀 你有可能你还是还不上的 你只有在给这个债务踩了急刹车的一个情况下 止损的情况下 才有这个可能性去把这个债务化解掉 而在这个抖音上有一个叫都名说债的一个老师 他对债务的这个解读 我认为还是非常专业的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他 听听他对这个债务的一个解读 就是说大的这个企业 他如果通过企业这个盈利 获利的这个金额 去把自己这个债务金额去扑上 是非常难的 债务不是用来去还的 而是用来去周转的 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说的还是非常对的 而实际上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身边很多的企业 他们死就死在银行抽贷上 这在之前 这个实业还相对来说比较兴盛的时候 它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一般情况都会在如期 这个贷款到期的时候 会再给他们续上一笔 让这个企业再周转再存活下去 但是现在这两年 这个实业越来越差劲 很多的企业越来越没有生命力 银行也是为了及时回款 所以说他们就给很多这个企业 特别是一些没大有什么 前途的一些企业都抽贷了 而很多企业全部都死在这个抽贷上 特别是你像这两年 经济慢慢的下行 有很多个人 他们的这个收入能力受到了限制 都是在靠借新债 然后去还旧债 这样的一个模式 在艰难维系生活 所以说从银行的这样的 一个风控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很多个人 他们的这个风险系数也在提高 所以迫于这样的一个压力 银行也是考虑自己这个风险 所以就是也会给很多这种 信用卡用户也出贷了 而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看到的 比如说信用卡 封卡或者说降额 实际上变相的 就是银行出贷的一种模式 也是很多这种持卡用户 然后他们这个逾期 然后那个变成失信人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原因 所以在这里呢 就再次跟大家重复 什么叫止损 就是给你的债务采集刹车 不要再想着以贷 仰贷借新债 然后去换旧债了 这只能是让你的债务需求越滚越大 第二个问题就是 怎么样开源节流的问题了 其实在很多期 跟负债相关的话题当中 我有提到 要想化解自己的债务 唯一的一个办法 就是想办法 把自己的收入提高起来 但是在现在经济 大家都感受不了 就是的确是现在处于一个 经济下行的一个阶段 很多行业都内卷非常严重 想要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呢 破局是非常难的 但是不怕苦 不怕累 吃苦耐劳 勤俭 节约是现在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 比较容易去选择的一条路 比如说我在很多期视频当中提到的 这种灵活就业的平台 美团 可以做起手 或者说这种网络车平台 滴滴 你可以去开网络车 都是一些比较好去就业的一些方式 还有你像在农村赶集 或者卖个小吃 做早餐都是一些灵活就业的一些方式 大家只要不怕吃苦耐劳 都是可以能够通过自己这个勤劳 去赚一碗饭吃 或者说能够赚钱的一些机会 而这个网友也问我说 一心结你是怎么开源的 当然我现在做自媒体了 我这个自媒体 现在目前来说的话 不到20万粉丝 然后每天也有个三几百 有的时候可能还有好一点的收入 但是目前来说 就照这种状态的话 要想还清我自己的债务也是不行的 所以我今年2022年 对我自己也是有规划的 我一般初步给自己定的是 上午要做一个视频 然后下午的时候 我拿出来时间去读书 还有码字 就是我准备今年开始写这个网络小说了 当然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我之前的时候只是 因为自己的心情 有可能会写一些这种小的散文 这种短片 但是没有认认真认的去尝试 我写这种长篇的网络小说 但是照目前这种局面的话 我要想快速的把我的债务去化解掉的话 我只有就通过这种方式去尝试 如果一本小说 如果是说成了 那有可能我的这个债务 就很快就可以化解掉了 我现在只是说在尝试阶段 所以说关于开源这个问题的话 个人有个人的道 个人有个人的优势和资源 不能就是说相提并论 我的方式我就告诉你的话 你也不一定能够去采用 所以说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 就是说条件 然后去规划自己的这个 就开源的方法就可以了 节流这个就比较容易说了 对不对 必须买的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去花钱 但是能不买的东西 就一定要去节省 其实全年来说的话 照目前这种局面 2022年整个消费肯定 还是比较疲软的 大家手里现在手里都比较空 能够省钱的 能够不花的 就尽量的去节约吧 我在很多期视频当中 我都有提到 就是这个负债逾期的人 怎么样去面对未来的生活 很多刚逾期 甚至是没有逾期之前 就很多人都处在一个 非常焦虑和恐慌的一个阶段 每次就是跟我留言的时候 总会就是很长的 写出自己现在这个状况 非常焦虑 我都能感觉到 就是对面的手机 屏幕对面的你 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焦虑 不安的一个状态当中 但是呢 我没有办法 就是每一个人都去做到 一对一的去 辅导或者安慰你们 我只能是说 通过用视频的这种方法去表达 我自己怎么样走过来的 这样一个过程 去帮助你们 在这样一个阶段 大家不要过于焦虑 为什么因为现在负债的人 太多了 不是只有你一个 不是只有你一个特殊 不是这个时代抛弃了你 是我们现在正好处在 这样一个局面 你很难 整个时代都很难 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 也很难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只有让自己坚强起来 自己能够扛起来 才能够让家里的人呢 也不至于 因为你的焦虑 从而产生更大的一个焦虑 所以调整好心态是最重要的 这个坎对很多人来说 都是必须要过的 能不能度过去 能不能很好的 安稳的度过这几年 就看你怎么样去想 怎么样去看待这个 负债的一个问题了 总之呢 尽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让自己呢 回归到正常的一个工作 和生活状态当中去 才是有机会和可能性 去帮你自己 划解这个债务危机的 唯一的这种途径 好 我们本期就说这些 我们下期见